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如果 虞书新穿裙子被王鹤蒂一把举起后狂热亲吻。 网友直呼你是在找菜吗? 苍蓝爵吻戏花絮引热意,王鹤蒂热情吻戏,虞书新反映真实生动,网友调侃找菜吃,展现了真挚情感,成为剧集亮点,期待更多精彩作品。 时光荏苒,电视剧《苍蓝爵》自2022年8月7日首播至今,已将近两年。 然而,剧中王鹤蒂和虞书新的一段吻戏花絮,至今仍令观众们津津乐道,热度丝毫不减。 这段吻戏花絮中,王鹤蒂展现出了无比急切的姿态。 只见他单手一把抱起于书新,毫不犹豫地对着他的嘴就亲了上去。 那瞬间,仿佛时间都为他们停止,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又甜蜜的气息。 王鹤蒂在这场吻戏中的表现可谓狂暴,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似乎忘却了周围的一切。 而虞书新则闭着眼睛,表情略显难受,或许是王鹤蒂的热情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然而,正是这样真实而又生动的反应,让这一幕吻戏充满了戏剧性和吸引力。 吻戏结束后,王鹤蒂的嘴上沾满了口红,这一细节更是成为了网友们讨论的热点。 有网友调侃道,王鹤蒂你是在人家嘴里找菜吃吗? 这句幽默的评论瞬间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和欢笑。 这一吻戏花絮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不仅仅是因为王鹤蒂和于书新两位演员的精彩演绎, 更是因为它展现了剧中人物之间真挚而强烈的情感。 苍蓝爵以其精彩的剧情和演员们出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而这段吻戏花絮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亮点。 对于粉丝和观众来说,这样的花絮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到了剧集拍摄背后的故事, 也让他们对演员的付出和努力有了更多的认识和尊重。 同时,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一部优秀的作品, 无论是正片还是幕后花絮,都能够给观众带来无尽的惊喜和感动。 虽然距离《苍蓝爵》首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但这部剧留下的精彩瞬间依然深深地映刻在观众的心中。 相信未来,王鹤地和于书新在演艺道路上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令人难忘的表演。 娱乐界的精彩故事总是层出不穷, 而《苍蓝爵》的这段吻戏花絮无疑为这个多彩的世界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美好的作品和瞬间的出现。 《标人》新阵容疑似爆出, 网友瑞评, 资源咖开会, 王鹤地流量出局。 每次我们听到关于国产动漫超人气剧作《标人》的演员选择消息时, 总会在圈里引发一阵小地震, 所有人都跃跃欲试, 准备迎接挑战。 这次, 疑似的新阵容揭晓, 大家都忍不住瞪大了双眼, 好奇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将会怎样展开。 据了解, 吴京和谢霆锋的加入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而且其他角色的人选也逐渐露出水面, 那尔那茜, 于是, 死沙, 刘耀文等名字都在可能的候选名单中。 这两位影视界的老戏骨, 凭借他们精湛的演技和强大的影响力, 肯定能为标人带来更多精彩看点。 再加上吴京的硬朗气质和谢霆锋的独特魅力, 简直就是标人角色特点的完美体现。 虽然新阵容的最终名单尚未公布, 但是可以预见到, 他们的表演绝对会成为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 然而啊, 你们知道吗? 在那张很受瞩目的名单上, 我们原本一直在翘首以盼的王鹤帝, 竟然悄悄地消失不见了。 这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就是凭借着电视剧《苍蓝爵》一下子火遍大街小巷的那位, 他的落选让大家都非常震惊, 议论纷纷, 但没人能说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鹤帝的人气和精湛的表演技巧原本被大家看好, 觉得他应该会成为电影标人的一大亮点, 但是现在看来, 他并没有出现在新的演员阵容里。 这可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也让人们开始怀疑起标人的选角标准和方向来。 王鹤帝的落选, 可能只是电影界内部竞争和资源分配的一个小小缩影。 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行业背后, 其实充满了各种名争暗斗和利益争夺。 那么, 像王鹤帝这样的流量明星要怎么才能在 在电影圈里站稳脚跟呢? 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也是很多年轻演员都在思考的难题。 在这场流量与资源的大战中, 到底谁能够笑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说到电影圈中的资源咖现象, 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所谓的资源咖, 就是那些靠着自己身后的资源和人际关系, 轻轻松松就能拿到好角色的演员。 在大家热议标人新阵容的时候, 就有人把这种现象戏称为资源咖开会, 意思就是说, 这些角色的选择似乎更看重的是背后的资源, 而不是演员本身的实力。 这种现象在网友们眼里既让人心酸又让人觉得好笑, 因为它揭示了娱乐圈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和潜规则。 网友们对于这种现象的批评, 恰恰反映出他们对电影艺术纯洁性和公平竞争的渴望。 虽然大家对于大牌明星参与电影拍摄存在争议, 但是不难发现, 大家依然很期待标人这部电影。 尤其是吴京这位主演的加入, 让很多人都感到安心并且充满了期待。 在他们看来, 只要吴京在剧中的表演稳健, 那么这部电影的质量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而且,观众们也对其他角色寄予厚望, 希望他们不要拖累整部戏, 一起努力把这部电影拍得好看。 其实, 电影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个方面, 而是需要各种因素的配合。 虽然标人的悬角引起了不少讨论, 但是最后能不能打动观众, 还是要看整个电影的质量 以及演员们的整体表现。 现在电影马上就要开拍了, 无论是观众还是业内人士, 都在密切关注着这部电影的每一个动态。 我们真心希望标人能够不让大家失望, 成为一部值得一看的好片子, 同时也希望所有参演的演员们 都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谢谢。 谢谢。